大家中午好,我是大海 我现在在我妈家 我妈今天中午啊,给这个屋里面烧的还挺热乎 看见前面这个箱子里了吧 这个箱子里呢,一共是一千个袋子 我前几天去那个胡诺贝尔那个奶粉厂 订了一千袋的奶粉 今天中午就给拉回来了 拉回来以后呢,我一会给大家全部给悠走了啊 昨天晚上我统计了一下数 应该有500袋左右 就是卖了有500袋左右 全系在这个本上了 一会儿全部去揪走了 因为这个奶粉厂啊 我订完奶粉以后呢 它得加工一段时间 到昨天位置全部加工完了 会计来电话了 喂 饭就不吃了 他那个会计车马上他就到了 那你先吃吧 哎,好了 宋姐来的电话 让我回家吃饭 这会计车马上他就到了 像我这个也吃不了饭了 我得抓紧把这些货呢 给大伙今天全部给发走 我估计今天我吃饭呢 也到晚上就后半夜就三点吧 就是回家就彻底睡觉的时候 估计就三点 车到了 拉了一大车 我家这屋里面啊 现在都烂透了 我把这个奶粉呢 先倒上床上的一部分 我现在给打包 大家看这个奶粉啊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奶粉呢 都是纯牛奶粉 看见了吗 配料只有生牛乳 剩下啥也没有 任何的添加剂都没有啊 有很多朋友啊 他让我念一下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呢 是23.5克 这个奶粉呢 都产自于胡诺贝尔大草原 这奶原都是胡诺贝尔大草原的 纯奶粉 这一袋是800克 完了 里面呢 800克 保识期是18个月 里面是32小包 要是有要的话 现在点击下方的连接哈 完了下单 马上给优走 我现在开始包货 这个奶粉呢 我是第一步 都是这么打包 一会儿呢 还得有第二步 第二步啊 就是在这个袋子上呢 完了 缠上那个胶带 胶带插完了以后呢 就是每一个姓名 每个客户 我都把这个名啊 给贴在上面 然后呢 送到会计 会计直接打 直接给打出来了 呃 我还有个事 跟大家说一下啊 有很多朋友啊 他问我 他说这个奶粉的生产日期在哪里 我让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生产日期啊 就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记住 就这个位置 因为它这个是烙上的 它这个颜色比较浅 直接拿那个电烙去 就跟那个机器带子直接出来 直接烙上的 你高手这么一摸 它就有喇叭 看见 看见位置了吗 这么的 大家能看清啊 这你看 就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记住一下吧 要不有些人 有些朋友 他找他 不好找他 老问我 这回大家看见了吗 这日期都是新日期的 就在这个位置 呃 这个是正面 翻过来 翻过来 就在这个位置啊 呃 这有几个字 写个哪源有区别 就在这个有的上面 就是左右这一溜啊 大家一找就行了 我现在开始进行第二步打包 现在开始进行第二箱了啊 我妈开始给它全粘上 这样子它老结实了 它不带坏的了 我现在开始进行第三项 把这个名啊 全写在这个小条上 一会儿往袋上一粘 就送快递去了 我现在开始填单号了 就是填姓名的号啊 不是单号 单号就往上在电脑开始填 这都是要一袋的 现在是下午四点过十分啊 就才整了这一点啊 我现在先往会计先送一送一部分 要不一会儿再送 带一起折腾过去 就会计也得干到后半夜一两点 我先送一批过去 现在去快递 我们这会儿到五点钟天就黑了 现在是四点半 已经到快递了 老板现在开始往里抬货呢 这是宋姐 看宋姐穿多厚 我又回到我妈家了 宋姐现在正在装狙击根 我呢开始打包野生木耳 这个木耳啊 就是纯野生的 大家看看 这个野生木耳泡出来呢 是黄颜色的 这个呢 就是呼伦贝尔的纯牛奶片 这个纯牛奶片啊 它的配料呢 只有生牛乳 生也啥也没有 是无糖的 这个黄芈片呢 马上也要给溶走了 大家看看 这野生黄芈片质量怎么样 大家看看这质量多好 咱们看看宋姐的大包有多结实啊 里面包的呢 是一盒松仔盐 还有一袋野生墨 一袋野生墨 是一斤 行了 别缠那么多了 这边缠你六点 胶部 费太多了 你是真怕你摔坏了 我就是 哎呦我欠 行了 好后按 我说行了 你还要缠 你要把这个箱子变成塑料布 还缠 海蝉 宋姐现在往这里装 干不完了今天 太累了 现在第二次去快递啊 唐海蝎 你写的是唐海蕾 不是 这个人给的地址是唐海蕾 唐海蕾啊 你写的是唐海蕾 我不懂 那可能我这一个写错了 一会一会再对着 这些都是写错的吧 这几个都是 但是我现在不能打 这个是找不着的 还有的 名号也是不咋对 现在回家吃饭 家里面也没有啥饭了 一会上前面那个收拾键 买点收拾得了 来点啥呢 来个送键吃哈 来来那个吧 就是那个干豆腐那个 决煎 是来决煎吗 到家了 开始吃饭 这是今天 今天早上起来 我岳母吃的饺子剩的 这是刚才买的这个 这个这些东西 一会再去袋方便就完事了 现在起点了 今天晚上整完呢 最少点点两点吧 现在先抓紧吃饭 吃完饭以后 还得把单子对着 哎 这还有这个呢 新加图咱们这那个卖多些一个 三块吧 卖五块 快递把单子传过来了 我那个刚吃完饭 现在上电脑 给后就是上电脑那个给后台 把这个单号全部传上去 我刚把这个后台的单子给传完 大家看看 两点整 那个表是 是一点半 这个表是两点 看看外面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多黑 到三点钟以后呢 天就一点点开始亮了 一点五十四 差五分钟两点 嗯 我跟大家说一声啊 那个就是后台没发走的货呢 我明天早上起来 我六点钟给大家去发走啊 再给我点时间 千万千万别着急 嗯 我六点钟我就开始干活 嗯 我先睡觉啊 咱们明天再见